木雕艺术家马蝶以巴厘岛仪式祈福 为百年对话展览天真神圣的气氛 新著名马蝶说 展览中呈现服装运时艺术迁移的多面向文化故事 让他在台湾看见家乡文化相当的感动 因为即使我没有在自己的国家 我仍然能看到自己的文化 这是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感觉 所以我非常感谢台湾政府 为这场活动 这样子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让新住民 就是像我的先生是马蝶来自印尼的巴厘岛 他带来就是巴厘岛的文化 跟台湾的原住民文化会有一些连结 在一些经过展览 来了解文化的相同性 还有南岛的连结性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在经过展览 会发现很多在文字上 会有相似的地方 非常的有趣 焦局表示 这一次与台博馆一起合作开展 展览呈现多样的馆场 见证跨国移动者的历史和生活故事 让观众更深入了解新住民的文化背景和故事 这个特展可以让我们了解新住民的文化 让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伙伴 或者是移工的伙伴 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 了解故事他们的母国文化 也可以解除他们思乡情缺 能够对这个土地更加的一个认同 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伙伴 能够有这样的文化交流跟理解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特展 未来能够经常的办理 让阅读也透过这个特展 来彰显它存在的价值 所以图书馆是一个办理活动最好的地方 欢迎大家能够常来 这次展览展出的物件 包含了伊宁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柬埔寨 与马来西亚等地 以展建与社群连结为主轴 藉由特展以及相关的活动 开启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 也让大家学会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 记者东云飞采访报道